嗨,CinemXN,大家好,我是白威秀 那在《乐在双城》里,我是饰演潘乐瑶 这个女生呢,她是个年轻漂亮的模特 那刚开始她的性格是 可以算是贪慕虚荣 不过对我来说,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 就是在爱情里,她要找一个有钱人嫁了 她相信呢,如果能够找到有钱人,她自己变凤凰呢 对她来说,这就是快乐 这是我第一次饰演这样子的一个贪慕虚荣的角色 我其实刚开始收到人物介绍的时候 觉得的确,这个人物是贪慕虚荣 要的就是钱,是属于所谓的坏女人 不过,看完剧本之后呢,我反而觉得她一点都不坏 可能是我强词夺理 不过,我觉得呢,她至少她很有目标,她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且她很努力的去往这个目标前进 那其实现在你看,这样是没有错的嘛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她是个坏女人 我发现爱情其实很多时候呢,在你最不经意的情况下,它就会这样在你身边 很多时候呢,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直把视野放得太远,把自己的那些要求放得太高 但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可以让你幸福快乐的人,其实就在你身边 只是你没有去注意到她,也没有去给这个人一个机会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角色,这个人物呢,她一直在追求 但是,她忽略了身边的人 而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呢,也是在一个很不经意的情况下遇到爱情 跟人物方面第一次合作,我觉得那感觉其实还蛮舒服的 就是,她其实不是一个很多话的一个女生 但是,我们如果有东西聊的话,又可以聊哦 所以,不会刻意去制造话题,但是也不会说特别冷淡 所以,感觉很舒服,因为没有说很刻意的去制造一些气氛 或者是一些情绪 我觉得,如果可以跟在合作的时候呢,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默契 就是在不需要很多话的情况下,还能够有那种火花,还能够谈得来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